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特别的美食 松香酥脆,健康安全领天加 关键是好吃极了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先在锅中加入80克白糖 再倒入100毫升清水 然后开大火,慢慢搅拌至白糖融化 白糖融化后立马把火关了 然后倒入300克的糯米粉 用筷子快速的搅拌均匀 直到搅拌至这种面絮状后 再下手揉面 揉成稍微光滑一点的面团 就揉成这种软硬度适中的面团就可以 现在直接取出来 把它按满上整理 然后搓成长条 稍微长一点过后 把它一分为二 再二分为四 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最后搓出这样的小长条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小长条 挤条作为一组 切成五厘米左右的小段 全部切成这样就可以 现在锅中多倒点油 一直保持开大火 油温烧至五层热时 煮鱼放入糯米条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先放的会逐渐飘起来 而且体积明显膨胀了许多 所以大家在擀面的时候 不要擀得太粗 不然会影响美观 一边放 一边用筷子轻轻拨动 往这粘连到一起 全部滴形后 我们需要不停的搅拌 使它受热均匀 三分钟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就微微泛黄了 让这会儿开中小火慢慢炸 五六分钟过后 就全部变得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光火出锅了 装入肉盘中 过滤一下油分 找到这种状态 就非常的酥脆了 现在锅底留油 加入两勺白糖 开中小火 慢慢炒至白糖融化 像这样出糖色锅后 倒入糯米条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白芝麻 用铲子快速的翻拌均匀 现在香味就更浓郁了 实在是太香了 忍不住要偷吃了 像这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盛出装入带有油脂的盘中 这样好吃的姜米条就完成了 嘎嘣脆 一不小心还能绷到芽的那种 有香又甜 太好吃了 我先提示大家 在炸的过程中 时间不宜过长 不然会嘎嘣嘎嘣摇不动的 非常好吃的家庭版姜米条 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味道很好的 每天会持续分享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阿雅 感谢您的支持